一个个侦破过程 惊心动魄 追寻案件真相 揭开重重迷雾 2005年4月1号上午 黑龙江省方正县人民法院 根据上级法院的指令 对已经核准死刑的罪犯执行枪决 行刑开始 行刑手把手枪对准了犯人的后脑 随着口令 抠动半计 子弹 贯穿了毕丽梅头部射出 他往后扬倒在地上 经过检察官和法医的验证 犯人确实毕命 经过拍照 卸掉脚料 将尸体装进了特制的塑料袋里 撞上汽车 毕丽梅的父母和亲属 在警察的监护之下 在火葬场等候收拾 毕丽梅被解去了法绳 擦去了脸上的血迹 简单整容之后 尸体被火花工推进了火花间 火花间的门刚关上 两个火花工惊叫着开门又跑了出来 哎呀 不好了 炸湿了 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听火花间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有点像二月的猫叫 吓人 毕丽梅的父母不知所措 愣着没动 火葬场给法院打电话 刚从刑场回来的法官赶到了火葬场 大家聚在火花间门口向里张望 只见毕丽梅坐在停尸车上 哭着 嘴里和脑袋后流着血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9年 1999年毕丽梅初中毕业 父母所在的工厂破产 为了生活 父亲毕武强把爷爷和奶奶接到县城 来照顾毕丽梅 他和妻子思绣娥去哈尔滨打工 处于青春期的毕丽梅也根本不想学习 高二年年 他辍学回家 整天在家里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籍 什么绝对隐私鬼吻梦妖 还有什么上海宝贝野屋野床野荤这些书 这些书在一点一点的禁营他的灵魂 2001年 丝绣娥怕女儿学坏 让毕丽梅来到哈尔滨 给他介绍到一家美容美发学校去学习 希望他能够学一点手艺 将来自谋职业 找一个好婆家 这个时候的毕丽梅 长得是更加漂亮 性感走在大街上 他都活跃在人们的视线焦点上 有这么漂亮的女儿 毕武强感到骄傲 他认为女孩漂亮是资本 他什么本领也没有 也会找个好婆家 说不定还能大富大贵 毕丽梅对美容美发也很感兴趣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 他掌握了美容美发技术 2003年4月 毕丽梅回方正县开了一个立美美容美发店 这个闪亮着红色荧光灯的美容美发店 虽然明里暗里不做法律禁止的营生 但是每天光顾的男士是越来越多 有些男人借理发为名来骚扰毕丽梅 因此毕丽梅的生意红火了起来 毕丽梅是讲究浪漫又追求实惠 他把从书中学到的掌握男人的知识 充分运用 淋漓发挥狠狠的宰这些骚男人 花心男人靠不上他的边 钱却扔出了不少 2004年3月 有一个叫做蒋来意的小伙子来理发 这个小伙子长得文质彬彬 这就引起了毕丽梅的兴趣 他认为这才是白马王子 理发的时候 蒋来意也迅速从毕丽梅眼神细节中测量出这种感觉 蒋来意几代家境贫穷 他靠努力学习好不容易挤进象牙塔 当了几年天之骄子 在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毕业 由于所学专业单一 在大城市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加上父母年迈多病 他只好回到了方正县 在县城一家打字服务部里工作 月薪七百元 所有这些他都向毕丽梅隐瞒着 想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告诉他 毕丽梅还以为他是大款的儿子 蒋来意比毕丽梅大三岁 他能说会道 对毕丽梅更是体贴入围 两个人很快就有了比网恋还简单的恋情 开始毕丽梅非常亲切的叫蒋来意大哥 相互战友之后 毕丽梅就称蒋来意为老公 他们还海誓山盟 要花开花落 白头到老 毕丽梅喜欢逛街 因为蒋来意的知识没有与财富同步 他领毕丽梅上街时 就把他提花钱 每当这时 他显得卑微 口嗖苦涩 像是一个后劲生 在这个青春的美好时光 蒋来意工作也干得出色 受到女老板张华的表扬 他一高兴 还把自己找个大美人的事情 春风得意的讲给了张华听 女老板张华知道蒋来意的底细 也见过毕丽梅 他对蒋来意把精力和物理都集中在大美人身上 非常不放心 常提醒他 酒要六分罪 饭要七分饱 爱要八分情 你太过分了 往往会事与愿违 这个年头可要多长几个心眼 蒋来意说 老板张华是老脑瓜 不心潮 他就没把这些忠告当一回事 然而蒋来意的这份痴情 确实像张华说的那样 事与愿违 在毕丽梅和蒋来意相好的日子 毕丽梅喜心厌旧 他又偷着准备了一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叫金万元 金万元的名字后面有一个故事 他父亲金首富二十多年前是方正仙有名的个体户 也是万元户 那个时候当万元户是最光荣的事 在县委县政府召开的表彰大会结束以后 金首富拿着奖状乐悠悠的奔回家 正好媳妇生下了个儿子 金首富一高兴就给儿子起名叫金万元 金万元出生以后 金家从万元户变成十万元户百万元户 这个金万元傻大黑粗 外表长得像个恐怖人物 他从小就不爱学习 小学三年级没毕业 就打死也不再登学校的大门 在社会上混迹学的是满嘴脏话 字典里那些脏字他不认识 可是都能通过他的嘴来组合运用 但是这个人胆小怕事 经常骂人 又经常被人给欺负 花钱买平安 富人的孩子不当家 只会败家 这个金万元是他父亲公司副总经理 可他从来都不谈业务 他最大的特长就是谈对象 他为许多女孩烧包出血不心疼 好像老爸辛苦挣的钱 都供他往这上面花 可惜他16岁开始谈恋爱 谈到23岁也没谈成一个 原因是女的长得都不漂亮 他想要找一个漂亮的姑娘 2004年5月的一天 金万元到碧莉梅这里理发 他对碧莉梅是一见钟情 后来他知道碧莉梅和蒋来一好 他就使出浑身解数 耐心的挑战 他不会说 不会到 但他会大把大把的投资 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却有共同爱好 都喜欢钱 碧莉梅就像是被烘烤的烧鸡 一开始精神出轨 不久身体失控 最后就整体奉献 终于被金万元拿下 碧莉梅和蒋来一开始从深的厮守 变成新的撕裂 没有认识清楚足够防备的蒋来一 把自己所攒的钱花光 还不知道这个秘密 碧莉梅想慢慢的冷淡疏远蒋来一 对他的失约 于是就成了假常便饭 希望蒋来一能有自知之明 自动离开 蒋来一不计较碧莉梅的冷淡 他在想书上的话 热恋中的女孩都会这样 距离才能产生思念 爱是有适用期的 他总是希望坏事能够变成好事 就不去思考好事会变成坏事 他爱心不死 这种情况维系了一个月 碧莉梅想和蒋来一当机立断 一次蒋来一打手机来约碧莉梅出去吃饭 碧莉梅不去 让他以后不要再找他了 手机排除这股没有温度的冷气 刺得蒋来一心寒 他马上去找碧莉梅 见碧莉梅正在屋里和金万元谈笑风声 蒋来一春风得意的脸上一下子照上了秋霜 东寒大爱激情遭受重创他脑海里溃不成军 按理说学哲学的头脑会脑筋急转弯对事物能逻辑思维冷静对待 蒋来一没有闭目深思 他竟然想明花多主 像碧莉梅这样的话想当主的人很多 一定不能让他被别人抢去 他要和金万元展开决斗 金万元虽然说胆小怕事 但是在碧莉梅跟前为了心爱的女人不能怯懦 他壮着胆子 只三拳两脚就把蒋来一打的是人羊麻烦鼻情怜众 碧莉梅在一旁无动于衷 就像是看鞭子底下被耍弄的公猴一样取乐 蒋来一又来一种年少无知的疯狂 他成天来缠着碧莉梅 他告诉碧莉梅姓金那个小子有啥好的 要长相没长相 要文化没文化 光有钱有啥用啊 碧莉梅说 你长得好 有知识 可这个又有啥用啊 你学的那些以后注定要忘记的无用知识 能挣大钱吗 能成为大款吗 你没这个能耐 所以你上大学也是个穷光蛋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腿疼 头昏眼花才挣七百块钱 都不够买一盒化妆品的 听金万元说 你爸你妈年老多病 农村那个家 穷得连破房子都没有 蒋来一这个时候就翻起了老账 我省吃俭用的 为你花了七千多块钱 甚至连我妈过生日 我都舍不得花一分钱去孝敬她 难道你就这样对待我 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碧莉梅也不知羞耻 对蒋来一说道 良心 我当然对得起你了 你说 我跟你蒋来一上过那么多次床 你那七千块钱算个啥呀 我的青春 我的美丽 就你那几个破钱 能买了吗 告诉你吧 金万元给我买首饰 一次就花了两万多块钱 你行吗 你能比吗 这次事情结束以后 蒋来一再去骚扰毕丽梅 毕丽梅就打电话找来金万元 两个人把蒋来一赶跑 蒋来一失恋了 女老板张华劝他 你这个傻小子不懂女人 女人只有在爱你的时候 你才是他眼中的白马王子 如果他讨厌你 你还一个劲的去缠他 你就会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再说你同那样的女人谈情说爱 不伤钱就伤心何苦的你应该调整一下心态 换一种思考理想和现实不能差的太远 否则理想不理想现实不现实同事们也欠蒋来一对贪心的女人最好离他而去 大男人敢爱敢恨还应该敢散散可以再找找别人的爱也是对他的一种最好的报复 蒋来一还是没有吃震惊剂 他不听不信仍然去纠缠毕丽梅 毕丽梅和金万元在一起 他去干扰 两人上街 他就在后面跟踪丁烧 不管他们怎么骂怎么打都无济于事 金万元也拿这讲来意没有办法了 他问毕丽梅 你花了这小子多少钱呢 毕丽梅瞪眼撒谎 我花他一万五 金万元就拿出了两万块钱 你给他以后别让他再来骚扰了 毕丽梅自从认识了金万元 如同开了银行和金万元要钱 就像金家公子公司门前的那两头石狮子总是张着大口 毕丽梅拿钱去还蒋来意 蒋来意不要 他说 就要毕丽梅这个人 起的毕丽梅打了蒋来意一大巴掌 我看你是有病 而且还病得不轻 蒋来意口里流着血 打吧 打吧 打死也爱你 2004年的7月8号 一个上山采药的农民发现了一具男尸 尸体身骨多处断裂 已经腐烂 法医鉴定死者是蒋来意 死亡时间在15天左右 尸体腹中有可乐饮料和老鼠药 警方分析 这不是第一现场 蒋来意有可能自杀 当他在山上喝了鼠药折磨难受 为了早点结束生命 挑了山崖 那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杀 蒋来意在山上被毒死以后 从山上抛下来 警方找到第一现场 经过风吹雨拙 现场痕迹荡然无存 看到儿子惨不忍睹的尸体 蒋夫贵简直要疯了 他骂道 是谁这么丧尽天良 杀了我儿子啊 警方立案侦查 办案人员先找到了打字服务部女老板张华去了解情况 张华说 蒋来意最后离开时 向我借了500块钱 说是要请女友BD梅吃饭 他离开这儿就再也没有回来上班 我打他手机关机 开始我还怀疑他不想干了 借500块钱就跑了 又一想他不是这种人 莫非是病了 我就派人到他住处去看 房东说有好几天也见不到他的影子 我心想这小子回家了 真是缺心眼回家咱也不打个招呼呢 没想到 办案人找到毕丽梅询问何时 毕丽梅一口否定将来意请他吃饭的事情 他说他俩早已经黄了 不再来往了 在警方的案情分析会上 大多数人认为毕丽梅有重大嫌疑 办案人员再去找毕丽梅 毕丽梅不知去向 打手机 手机停机 办案人员到哈尔滨找到毕丽梅的父母毕武强和丝绣娥 毕武强和丝绣娥说 女儿前天来过 说是去广州买美容器具 走时留下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 公共安全专家们通过毕丽梅的新手机号码 很快查到了他的下落 他不在广州在深圳 原来在办案人员找毕丽梅了解情况时 他心慌了 当天晚上他找到了金万元 向金万元借二十万元钱 谎称去广州买美容器具 金万元回家闹得江河横流 人祸为鱼鳖 第二天早上实在受不了的父母才同意拿钱 金万元要跟毕丽梅一起去 毕丽梅没有同意自己带着钱离开方正 他先是到了哈尔滨看父母 然后远走高飞到深圳 在深圳的一家夜总会 毕丽梅结识一个男人 他同这个男人过了夜 那个男人说能帮他偷渡去香港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毕丽梅就给的那个男人拿了五万块钱 等了几天 他没有等来喜讯 却等来了方正县来追捕他的公安 他被急拿归案 宝尝恐怖流浪滋味的毕丽梅 呈现出了沮丧忏悔和可怜的神情 像是断了顿的吸毒者 在事实面前如实交代了自己杀人的过程 2004年6月23号上午 毕丽梅突然打电话找蒋来义 约他出去 蒋来义开始不信 仔细听确实是毕丽梅的声音 那让他泪痕湿透的心灵一下子洗出往外 有了精神 那让他泪痕湿透的心灵好像吸了毒一样 一下子洗出往外 有了精神 蒋来义和女老板借了五百块钱 他特意说准备中午请毕丽梅吃饭 女老板莫名其妙 你们不是黄了吗 咋又好了 这年轻人呢 猫一天狗一天的让人琢磨不透 蒋来义以火烧屁股的速度赶到了约会地点 见到毕丽梅 毕丽梅穿着十分性感艳色的时装 他第一句话就说 我跟金万元那臭无赖黄了 咱们重归于好吧 蒋来义的心灵轻易的就被这种伪装所蛊惑 毕丽梅望着万里晴空亲切的说 这些日子非常对不起你惹你生气 让你伤心 咱们进山林里去呼吸新鲜空气 散散心好吗 蒋来义好久没听到毕丽梅如此温馨的话语 他要去买东西 毕丽梅指着挎包 不用我都已经买好了 毕丽梅挽着蒋来义走出县城奔向一片山林 蒋来义问毕丽梅 咱们到哪去啊 毕丽梅说 再往里有一处好风景可美了 在临隐小道上 毕丽梅让蒋来义背着他 蒋来义背着毕丽梅 越走越沉寒流浃背 毕丽梅问他 来义你累不累 蒋来义喘着粗气连说大话啊 不累不累 我这是猪八戒背媳妇 只要能把美丽的媳妇背到家 累死我也甘心 蒋来义实在背不动 毕丽梅才敢下来 寂静的山林让蒋来义都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 他感到有点恐惧不安 好像心率也失常了 他问毕丽梅 在这种地方 你不害怕吗 毕丽梅抹着他头上的汗说 有你在 我怕啥呀 在这样无声的环境里多好 这是咱俩的天地 蒋来亦有一个多月 没和毕丽梅亲密了 这回可是有了机会了 他紧紧的搂着毕丽梅 真没想到你还爱我 毕丽梅甜甜的说 爱一直爱到你死 蒋来义就把毕丽梅抱得更紧了 你不是撒谎吧 毕丽梅还是甜甜的说 我从来都不撒谎 蒋来义去亲毕丽梅 这才叫生死恋呢 毕丽梅大讲金万元的坏话 说他没有知识 没有层次 是个土豹子 蒋来义被毕丽梅这拙劣的诡辩逻辑 迷惑了智商 他搂够轻够 伸手往下扯毕丽梅的衣服 毕丽梅没有反抗 顺从的自己脱下 两个人躺在了草地上 草丛里的蚊子被惊飞 他们在蒋来义的身上嗡嗡地转着盯着 蒋来义丝毫都没有直觉 毕丽梅在下边目不转睛地瞪着蒋来义 蒋来义问他 你为啥这样看着我 毕丽梅咬了咬嘴唇说 我看你像是在做垂死挣扎 蒋来义根本就没有解码毕丽梅这话的含义 以为是在开玩笑 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 我就挣扎就挣扎 蒋来义不知道挣扎了多长时间 他站起身子 用手搓着屁股上被蚊子叮肿的大包 毕丽梅指着眼前的一座山说 看哪多美咱们上去吧 蒋来义身体早已透支 他眼望山顶发晕不想上 但是又怕毕丽梅生气 只好鼓了鼓勇气 跟毕丽梅向山上爬去 爬到山顶登高远望 蒋来义没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他满头大汗坐在石头上 张口喘着粗气 舌头不停的舔着嘴唇 毕丽梅坐到蒋来义的怀里 一只手搭在蒋来义的肩膀上 把嘴冲到了蒋来义的唇边 蒋来义又是情感乐器 对毕丽梅一阵暴风雨般的狂吻 毕丽梅还要和蒋来义发生性关系 蒋来义说 哎呀太累了等晚上吧 毕丽梅则耍娇非要不可 蒋来义要喝水 毕丽梅就说 你要是不干那事就不给你水喝渴死你 蒋来义就笑了 哎呀看来你非要累死你老公了 两个人又缠绵在了一起 完事之后毕丽梅坐起身子问蒋来义 你渴不渴 蒋来义让他快点拿水 毕丽梅就从包里拿出了一瓶可口可乐 拉开递给蒋来义 蒋来义让毕丽梅喝 毕丽梅又拿出来一听 蒋来义就一口气把可口可乐都灌进了肚子里 他还要亲毕丽梅 毕丽梅抬屁股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蒋来义觉得难受 毕丽梅见蒋来义脸色铁青 潜伏在心底深藏的怒火全都喷发了出来 他恶狠狠的说道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蒋来义呆望着毕丽梅不解其意 毕丽梅阴着脸冷笑道 哼 我告诉你 我在可乐里下了毒 蒋来义这时有点支持不住了 你你 毕丽梅还在冷笑 我本来也不想这样 可你黏黏糊糊 可把我讨厌死了 见到你比开一百个店都累 是你逼得我不得不要死你这个混蛋 蒋来义捂着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 他挣扎着死心裂肺的惨叫 小梅 你你救救我 我再也不缠着你了 小梅 没想到你这么狠 父母救我这么一个儿子 你要死我 他们可咋活呀 看到蒋来义死期来临的样子 碧莉梅心灵也激起了一丝涟漪 有点心软 后悔 闪念间的慈悲又分泌出去 他的灵魂瘫痪到冷漠化 一致达到了非礼兴华 心中堆起冰山冷酷无情了 他怕让人听见 用脚使劲的去踩蒋来义的嘴 蒋来义 你不用喊 已经晚了 谁也救不了你了 蒋来义从七窍生烟到七窍出血 此时他的头脑才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他清醒的悔恨自己 他感觉近在咫尺的不是美女 而是一条毒蛇 他用最后一口气骂道 碧莉梅你要死我 法律会替我报仇的 你也不会得好死 碧莉梅哭着说 你走吧 你不是常说想我梦里不醒一千年吗 这回你到阴曹地府去纠结那些鬼小姐吧 明年的今天是你的周年 我给你烧纸 他用脚踢蒋来义 蒋来义两眼目视着碧莉梅 完结自己毫无意义的生命过程 他死不瞑目 碧莉梅把蒋来义的钱和手机等随身物品都给掏出来 然后 一脚将蒋来义揣下山去 他站在山崖向下看 乱石之中 蒋来义已经粉身碎骨了 他骂道 这就是对你人生哲学的最后总结 忽然一阵风吹来 草木摇晃 向魔鬼发出吓人的暴怒 碧莉梅害怕 是不是自己伤天害理及其老天的义愤 发出了怒吼呢 他慌慌张张的收拾一下现场赶快逃离 碧莉梅走出山林回家休息一会儿 挺过良心的煎熬才感到一身的轻松 晚上他给金万元打电话 约他出去跳舞 办案人员问碧莉梅为什么要这样做 碧莉梅哭着说 蒋来义总是来缠他 让他闹心不得安宁 是仇恨激发他内心的野蛮和残忍 在杀害蒋来义前两天 他带金万元到山里拆点 他选择好几个地方 他的第一套方案是想在山上 趁蒋来义不备把他推下去 怕他摔不死留下后患 就又采用了在电视剧里学到的方法 把可口可乐后面整个小眼 把老鼠药用注射器打进去 然后再用蜡封号 他认为这第二套方案最好 准备就绪 他就约蒋来义 开始他想亲自去找 这样怕给人留下疑点 就到公用电话亭打了电话 认为这样神不知鬼不觉 只有天知地知 当他和蒋来义上山时 怕蒋来义喝出来 就让蒋来义背着他爬山 然后再发生性关系 一点一点的消耗他的体力 等到蒋来义累了 口渴了 非常想喝水 就让他喝下去 碧莉莓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岂不知正是蒋来义和女老板张华借钱 这个他不知道也没想到的线索 给他的人生画上了不光彩的句号 碧莉莓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 他很快又翻供说这一切都是金万元让他干的 他和金万元一起把蒋来义给整死的 然后金万元拿20万元钱让他逃走 金万元后跑到香港见面 再想办法去美国 他把作案情节变得有鼻子有眼 碧莉莓归案以后 班人员找金万元了解过20万元的事 20万元的确是在金万元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的 金万元没有受到牵连 第一次传讯金万元吓得差点患精神病 这次又传讯他 说他是碧莉莓的同谋 金万元恐惧的尿了裤子 他哭着说他和碧莉莓确实到山上去过两次 那完全是游玩 蒋来义根本没和他们一起去 蒋来义被杀那天 他在洗浴中心找按摩小姐 从上午10点到晚上接到臂里没电话 一直没离开过 他还请按摩小姐在洗浴中心吃了午饭 经过审查金万元确实与本案无管 金万元喜情不白之冤 父母骂他 咋就瞎了眼睛跟这种女人谈恋爱 差点被他给拐进了监狱里 金万元想到自己被碧莉莓巧取豪夺去的金钱 是又生气又后悔 2004年12月28号 碧莉莓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并赔偿蒋家经济损失十万元人民币 谁也没想到在对碧莉莓执行死刑时 会出现死而复活的怪事 火葬场里法院的领导让法医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向临危不惧的法医就犹豫了一会儿 拎着枪走进去 碧莉莓回头见法医手里的枪 他的哭叫声就更大了 法医这时站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 见碧莉莓的眼神举动不像诈尸就问道 你叫碧莉莓吗 碧莉莓这时大张着口 他不能说话连连点头 法医看见碧莉莓的舌头已经被子弹传烂 他只能用嗓子眼出往外发出难听的怪调 法医仔细地检查着碧莉莓的头部 子弹斜着射入脑弹骨 擦过硬脑膜中动脉 越过脑干又从嘴里飞出 这地方是大脑与小脑连接处是生命的中枢 可子弹只是伤到了小脑 促使碧莉莓暂时昏死 心脏还在微弱的跳动着 经过从刑场到火化场的颠簸 又经过整容的折腾 他慢慢的缓了过来 法医出来说明了情况 他说如果采用注射的方式 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法院的院长说 注射方式好安全 可成本太高 谁能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真是百年不遇啊 毕家的人这时哭着说 自古死犯一刀折罪 碧莉莓挨着一枪不死 这说明他不该死 他已经一枪折罪 就放了他吧 他的爷爷也打车赶来跪地求刑 他抱着一个法官的大腿大哭 求求你们让我替他去死吧 县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商量怎么处理呢 省法院的法官说 在刑场一枪不死会马上补枪 你们赶快找人去补枪吧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最后抓究一个法警抓到 法警穿上法衣的白大褂 戴着口罩 把枪顶上火 装进了兜里 来到了火花仙 这时的碧莉莓正挣扎着下地 法警走上前去 对他说是为他检查伤口 让他躺下 碧莉莓刚刚躺下 法警掏出手枪 就对准了他的头部 接着把他送进了火炉 碧莉莓就这样永远的消失在他生活22年的人世 用生命去祭奠蒋来意的汪灵